Coco早餐 时间是8点20分25秒 我是周一寇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Coco早餐节目 来我们呢要访问的是每个礼拜二 在这个时段当中 跟我们来讨论投资趋向的 先谈投资周刊的总主笔黄奇宜 你什么叫做吃软不吃硬啊 Coco姐早 各位听众早 早上好 是你吃软不吃硬吗 我说这个 吃软不吃硬是形容 现在的一个所谓的 全球电子产业趋势嘛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看 这几年来啊 全世界表现最好的企业 都是在软体 不是在硬体 包括现在你看到这个 我们在观察的所谓的Google 其实我们在Coco节节目 常常谈到Google嘛 我一直认为它可能是未来20年 未来10年 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伟大的企业 它会比苹果更厉害 所以你注意看 这个Google它的市价总值啊 公司其实已经超过4000亿美金了 它已经距离这个苹果的4700亿啊 越来越接近了 你再继续去看啊 最近这个最新的新闻啊 IBM啊 它不断的又把它的伺服器的这个硬体部门不断的丢掉 它自从这个2005年06年把那个PC部门跟MP部门丢掉之后 它又把伺服器部门丢掉 所以它还是完全专心在软体上 又再看到FB 这个所有脸书FB啊 它又用190亿美金去购买的所谓华车艇 所以你会去想说 它为什么去买华车艇 其实我们现在了解说 在未来几年整个全世界智慧型手机的用户量啊 不断的一会 不断的增加 大概在过五年以后啊 大概整个全世界的智慧型手机的用户量可能到51户啊 那51户你就可以想象这个所谓 这么多人的一个市场 你要占领一个重要的市场的一个所谓的比重 或影响力 你要不断的靠 就因为手机很简单 你的智慧型手机 你会发现简讯越来越少 可能通话越来越少 可是你用的所谓Nine也好 WhatsApp也好 甚至微取就是中国大陆的微信也好 比例是越来越高 所以在载具上 比如说你的所谓网络的平台上 你未来在移动东西是厉害 这一定是用最频繁 如果FB 人家最近有人唱水套 年轻人其实不太用FB了 越来越少 不要说不太用 越来越少 所以他必须靠这个 所谓收购这时候 WhatsApp 那WhatsApp 目前来看他的市场 都在美国比较多 所以当我看到这种信息 包括他们这些网络的股价 尤其在美国是网络租片的公司 网络的证券商 网络的旅行社 它这些股票是 它的本益比是越来越大 市值越来越高 相当于做硬体 做实体通路的话 你反而一路被比下去 这是我要跟大家报告的说 你要一定要有这种网络电子商户的改变 一定会改变你的生活 过去我也提到说 电子商户改变你的生活 那你目前已经明显的看得到说 在你周遭的所谓的 不管是尤其像年轻的 网购的比例越来越高 甚至它可以 卫生纸 矿泉水 任何的产品 它基本上可以在网络上买到 它基本上在网络上买 我问他说 你在网络上买有什么好处 他说 至少不用提回家 你先回家来 这个是 我这个说 这个大的改变 这个大的改变 我们大概算回头 看台湾 也许很多人 说台湾的所谓电子商务的 一个企业 规模不会那么大 不会像阿里巴巴 像腾讯 大家有兴趣 可以研究腾讯 因为它是微信的母公司 它2014年3块多港币挂白 这个上礼拜 来到600多块港币 涨了多少倍 非常可怕 总是只达到1300多亿的美金 所以你还说阿里巴巴 如果今年挂白 差不多1500亿美金 是很正常的 所以中国电子商务的崛起 你看1000多亿美金的一个市值 非常可怕 那个花色要不要190亿美金 回头去看 我做台湾的电子商务公司 当然 目前在挂牌 在有几家 一个数字科技 一个PC 一个商店街 所以我今天 也许大家认为说 台湾的电子商务的市场 可能没有那么大 可是你回头去想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当你看到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 甚至这个整个一个电子商务的企业 总是 这市价总值是几千亿 用1000亿美金的去计算的话 回头去看 台湾的电子商务的公司 包括我讲的这三家 市值都非常的低 所以我昨天 甚至把这三家 把数字科技 这个PC用 或者是说 商店街 这已经挂牌的 所谓的一个电商工 加起来的市价总值 大概350亿 台币 人家是几千亿美金 我们这是350亿台币 350亿台币是什么概念 你看到宏基 现在的宏基 我做NB的宏基 我这几年 所谓面临很大的困难跟压力 逼得市政 不得不回去接宏基的董事长 那了解宏基现在市值 也有500多亿台币 我什么意思呢 你一个PC 我得提到说 PC跟NB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是所谓的行动载区的 所谓的平板也好 手机的 最近手机的时代来临的时候 你这几年 这些年 我想不断衰退的宏基 甚至未来几年成长 我认为它也不会太大宏基 它现在500多亿 那500多亿的市价总值 超过目前我们看到 不断成长 电子商务的三家公司 那你做一个中长期的投资者 你要买什么公司 其实你回去看 台湾的电子商务 虽然这个所谓的市场不是很大 可是这几年 他们的营收规模跳得也非常快 不过不能哪一家公司 你会发现它的营业跟获利是跳得快 从这个逻辑去想 我是说 大家要知道说 当你整个全世界的企业 全世界投资上往这边走的话 走向是往这边走 那你在投资上 一定要往这边靠边 大家要了解 我这些年已经跟很多的好朋友 跟多我的读者讲说 制造硬体实在已经过去了 过去这些台湾的所谓的景气力 受了很大的一个影响 其实基本上说 台湾的硬体的一个 做硬体的所谓的一个资源 太多太大 你想看说面板 那投资几千亿的台币的一个规模 那结果到后来 你所谓的投资报酬是低的 所以我是认为说 在整个产业结构调整的时候 在台湾除了硬体之后 当然是过去我们应以为为傲的 可是大家知道 当中国崛起之后 它的一个做硬体的业务量 已经必须在台湾面临很多考验 包括昨天我们看到新闻媒体 讲白培明 说中国大陆面板女王 但讲得非常清楚了 它对台湾的面板采购 全景是非常的多 可是未来是势必要慢慢减少 为什么中国自己在做面板的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趋势 最近我在香港国家市场 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过去做电子代工 两家公司 一个是中国代表叫比亚迪 一家是台湾代表 富士康 就是红海富士康的一个 一种转头是公交富士康 在香港刮牌 然后大概2008年前 曾经很疯狂 从刮牌3.8 涨到24块25块的一个高价的规模 现在大概30块港币 它一直停留在这边 可是我看到比亚迪 这是另外一个代工 就是说我们郭董 曾经跟他有所谓的一个 打官司业 我常常批评的一个比亚迪的企业 最近的股价大概 在几年台湾又从8块多港币 从来57块港币 我要说的是什么 其实一定要了解说 当中国大陆一定在扶持 不管是那个产业 很多产业 尤其中国大陆常讲 一些高新产业的一个发展 他们在复杂扶持这些行业 包括从LED 从太阳能 包括最近的半导体 它不断的不断的 是他们的所谓 这个政策上的一个 一个有利的策略 希望他们自己 中国的企业可以起 所以尤其在印度上 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 所以我们现在 要看的是说 我们的软体产业 我们的电子商务产业 能不能也有一个新的帮助 但是我就说 在整个潮流跟趋势下 我只认为说 台湾现在 包括服务业 包括电子商务业 其实目前来讲 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尤其 希望我们台湾 尤其台湾 希望台湾这个所谓 第三方支付啊 这些法令能赶快一个通过 反正不通 不赶快通过 我觉得 这个台湾 在发展在电子商务上 它 的确是面临很大的 一个 所谓的限制 但是我认为 目前来讲 这些电子商公司 还非常的小 非常的小 然后非常小的话 但是呢 它成长力 我认为还是大的 所以从一个 一个比价投资 或者说价值投资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 电子商务的企业 在未来挂牌的公司 越来越多 尤其最近新规 上一台这个 富邦多媒体 哦对 它已经打败了 PC Home 对 它已经挂牌了 我想这些行业 我想大家特别研究一下 好 吃软不吃硬 其意告诉大家 未来投资的方向 谢谢你啊 谢谢其意 马上回来 够够早餐 请不吝点赞 订阅